如今的王一博红得理直气正,可是谁曾记得19年的时候陈情令播完后,他经历过八天八夜被黑的时候呢,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舆论风暴,他被网友质疑学历、恋情、演技等方面,甚至被恶意举报涉嫌吸毒。 他的经纪公司乐华娱乐也无力应对,让他陷入了困境,但是王一博没有被打倒,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品格,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。 首先,王一博在陈情令中的表现,无疑是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,他饰演的蓝王鸡不仅有着仙气十足的外貌,还有着高超的武功和正直的品性,他和肖战饰演的魏无羡形成了一对绝佳的搭档。 他们的感情也深深打动了观众,陈情令在国内外都收获了巨大的成功,王一博也因此获得了众多的粉丝和代言,他的人气和影响力也让他成为了超级顶流明星。 但是,宏击一时的王一博,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和攻击,他的学历被质疑,他的恋情被曝光,他的演技被吐槽,他的人品被诋毁。 他甚至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抱假紧,趁他涉嫌吸毒。 这些负面舆论让王一博陷入了困境,他的经纪公司乐华娱乐,也没有及时有效地为他辟谣和为权,让他的形象受到了损害。 有些网友甚至开始质疑他的真实性和可信度,甚为他是一个靠炒作和硬气的明星。 然而,王一博没有被这些负面舆论打倒,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品格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。 他没有选择沉默或者反击,而是选择了稳扎稳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。 他在《游匪》中饰演了一位英勇的基督警察,在《冰与火》中饰演了一位热血的消防员,在《天天向上》中担任了一位幽默的主持人。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展现了他的多面性和进步性,也证明了他的演技和才华。 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,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荣誉。 除了在事业上不断进取,王一博在大势大飞面前,也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旗帜鲜明的态度。 他在《棉花》事件中第一时间发声支持国货,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。 他在抗疫期间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捐款捐物为一线医护人员和灾区群众送去温暖。 他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和韩红一起前往灾区,为当地的孩子们送去关爱和祝福。 他的每一次公益行动,都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,也赢得了公众的赞誉和尊敬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博在代言方面,也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选择。 他放弃了高奢品牌的代言,选择了代言国货老品牌鸭鸭。 他不仅为鸭鸭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,一天就拿下了两个亿的销售额,还为国货品牌带来了新的世界潮流。 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和喜欢国货。 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一种责任和担当,也为他的商业价值和招财小金珠的形象增添了光彩。 王一博在他是一个有才华,有魅力,有担当的优秀明星,也是一个有信念,有勇气,有正义的好公民。 他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和感动,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星的成长和蜕变。 你对王一博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我一起讨论。